由中船重工研发建造的超大型智能邮轮凯征号 22号在大连正式交付用户 与同级别的其他邮轮相比 凯征号安装了智能系统 在航行、管理、维护保养、户运输等方面实现智能化运行 作为全球首艘超大型智能邮轮凯征号 填补了超大型船舶领域的一项空白 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高精尖船舶制造领域 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相比于其他邮轮 凯征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配备了智能的大脑 通过智能系统平台实现了船舶航行辅助自动驾驶 智能液货管理、综合能效管理、设备运行维护 传按一体通信五大智能功能 在智能化方面实现诸多突破 能够对船舶的各个设备的状态 还有燃油消耗 以及海浪、流速、风力、风向等这些气象信息 然后对船母的航线、航速等进行科学的规划 每次出港之前 只要将起点和终点输入系统 智能系统就可以自动生成节省时间型、省游行等多种路线方案 船员可以根据当次任务的具体情况 调选合适的航行路线 不仅如此 依靠智能航行系统 这艘船能够准确判断周边10海里范围内船只的方位和速度 避免碰撞事故的发生 有两个是首次使用的 一个是关键跟踪 一个是辅助避碰 它会实时地跟踪这个船在移动 它产生威胁 那这个船它会 这边就会来一个报警 之后会给船员一个优化的方案 航线方案进行一个避碰 就是避开船员危险的一个操作 对于一艘庞大的邮轮来说 原油装卸是一项高难度且高风险的工作 有了智能液货管理系统 这项工作就可以更加科学有序 原油船的装卸货 它是非常复杂的 涉及到15个货油舱 而现在智能液货系统 收集了将近599个信息点 它可以把整个的信息进行分析 对比 然后给出合理的建议 使装卸载的效率更加提高 更加安全 凯征号已获得中国船骑社颁发的证书 它的成功交付 表明中国已拥有 研发高度智能化大型舰船的能力 截至目前 中国超大型邮轮已经研发了6代 全球航行的超大型邮轮船队中 每10艘中就有一艘是中国制造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中国造船完工量 新接订单量 手持订单量 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5% 41.5%和42.4% 三大指标继续位居全球领先位置 但专家表示 中国船舶工业大而不强的状况 并没有明显改变 面对全球造船业的激烈竞争 中国造船业正向智能化转型 全面提高竞争力以适应未来市场需求变化 使用领导